好,今天要先讲一下 这个 各位在画图时候 常见的错误 因为期中考过后 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部分的同学 一直错误在 相同的地方 所以我必须拿出来 跟各位修正 否则你下去你根本画不下去 因为你只要是错了 你出图就错 也改不来 所以你会越来越不想画 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些 可能比较严重的错误 给做出来 给说明一下 最常见的错误呢 是在楼层高度不一样 然后当你复制完之后 你不晓得怎么去调整 这个是最常见的错误 所以呢我们来示范一下 如果以这个考试来讲 我们是两个楼层不一样的高度 比如说我们一层呢 是310 第二层是280 假设是这样 285好了 这样确定 当我们这样设定的时候 我们一楼在画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知道 你所画的东西是 高度是多少 所以我们假设 现在我们也只是 做一个方形就好 就是 我不做八角形了 我重点不在那个 编辑那个形状 好 那我墙呢 我就必须要去设定说 就是310 一楼 好 那这个 这个图料 你可以依据你的需求去改 不过 现在我们 如果是这样 它也是 外墙是钻 里面是白 我们现在重点不再讲这个 我们再讲楼层的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把它 这个一楼的外墙给画好 哇 这太大了 没关系 我们只是做示范 然后柱子呢 一样你要记得它是310 那尺寸是多少 就看 这个我们原来所设定的尺寸 好 如果假设这样 这里要一样 这里要延续墙壁的材料 一般是这样 除非你有特别想要把梁录出来 柱子录出来 然后310 这样确定 其他我先不管 先决定 决定是这样 我们现在要说明的是 有关于 你在画的时候呢 这个也是常见的错误啦 等一下我们再说 我们先来看这个 因为我刚才画墙的位置不对了 再来一次 我先把这个全部删掉 我再做一次 因为刚才那个墙实在画得太大 好 再来一次 那我们是用 外围的方式的 那这里也常常发生错误 是同学量的时候 你线条画外面 就跑的时候墙是在外面 就是它等于是墙的尺寸 跟我们原来的不一样 所以必须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 那我们这样画完外墙之后 接下来把柱子补上去 我们柱子假设是这样 好 现在那个显示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不管了 现在是暂时的把这个柱子画上去 我要说明的是楼层的问题 好 那这个画上去之后 我们第一次教的是希望各位用复制 那如果你没有用复制的话 你就直接在二楼去画也可以 到了二楼再去画也可以 对不起 我现在画到一楼 二楼 有点乱画 好 没关系 那如果说你现在 有点乱 对不起 我再来一次 好 假设是这样 就在一楼 310 我们这尺寸应该都对了 再检查一下 310 墙呢 好 310都对了 那我们的楼层呢 是310 285 那一种呢 是你直接上到二楼 在这上面画 你可以用描绘的方式 看到下面 你可以直接这样画 但是你墙就要改成285 我先把一种一种画出来 这样 好 然后呢 你柱呢 柱呢 也一样要改成285 看你尺寸 285 一般是都会一样 假设这样 好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这时候画的时候 我只要 我这样看剖面 就会清清楚楚的知道 这是不会有错的 好 看这边 我们看剖面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高度跟量的 这个楼层的高度 跟量的高度对 那最常发生的问题 就是在于 我现在画的呢 是用直接画 那最常发生的是 同学在作业的时候呢 作业的时候呢 你在一楼 你用复制的方法 复制上去时候呢 并没有去修改 我们从一楼 拷贝到二楼 所有类似的 所有的东西 确定 这样上去之后 你到二楼有了 可是呢 同学没有去改 因为你这个墙呢 是310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是一样的 这样去看的时候 它会凸出来 很多人没有去改这个东西 但量也会凸出来 比如说 一楼我们如果还有画 我现在 再做一次 我们现在如果一楼还有画 很多同学出现的错误 在这里 我先讲楼层的部分 我们这因为是沿着外围 所以我现在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一定要偏心二死 它才能够沿着外围 这也是另外一个错误 我们先讲楼层 还是一样focus在楼层 我们现在这样 那这个量 在一楼的地方的量 高度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 应该是310 好 我们看是这样正确 先把尺寸弄正确了 然后如果我用复制的方法 在编辑底下移动 用复制的方法 把一楼的东西拷贝到二楼 全部确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剖面一定会凸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二楼的梁 也要改成它原来的高度 这个楼层的高度 然后墙 也要改成它的高度 还有柱子 也要改成它的高度 好 285这样 这个时候的剖面 才会都正确在这个位置上 那地下室也一样 同学会 我有教地下室 我教你的时候是希望你用 往下擦 这个高度跟上面这个一样 原因是说 如果你不一样的话 我们现在做错一次的话 假设各位看 300 好对了 那我在一楼这边来说 我把一楼的梁复制下去 假设 现在是这样 很多人同学错在这个地方 拷贝到一楼 只拷贝梁 好这样 确定 拷贝下去的时候梁好像画对了 可是它会在剖面的时候 上升一点点 这个10公分 为什么会有这个10公分 因为这里300 这里300亿 所以会多了10公分 这个时候呢 你也不用去改良 你只要把楼层高度改 这里改成310 它就下来了 好 很多同学是错在这个 结构的相对楼层的尺寸呢 错误 所以必须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 一般来讲 没有一个楼层会相同的 一般来讲 没有一个楼层会相同的 大部分都是不同 除非是 比如说做公寓 那可能也许 三楼以上开始就相同的高度 因为它是住宅 也许它室内呢 就是3米 比如层高 大概就是300 或者280 要用这样的方程去往上累加 可是在一楼二楼这样的空间呢 通常都不会相同高度 所以你要学会 怎么在不同的高度下 把结构呢 都放在对的位置 这是第一个最常见的错误 就是楼层高度不同 但是它结构呢 没有办法接得起来 那最常看到的就是这个梁呢 凸出来到这里 也许复制了两次 那这里还好 因为第一次做 到这里呢 不是凸出来就下降 就像改来改去的 那 这个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所以如果正确的方法 跟各位说的是说 你要么就是一个一个化 要么就是进来之后复制完 你必须在二楼 把这个梁的梁啊 墙啊的高度呢 都改成跟它的 这个楼层的高度同样数字 这叫285 因为我们在这个楼层的高度 这边是设285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才在棚面上 它会在这里就切掉 这样才是正确的哦 那这里也一样 很多同学复制的时候 不晓得那个相对位置 所以就会弄得乱七八糟的 好 所以楼层的尺寸呢 请你务必改 把它弄对了哦